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老师在继续鼓励之下就觉得这个口语确实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它不是以出而就的 所以后来还是要坚持交作业 然后慢慢就会好很多的 好的 那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到这次拿到目标成绩 中间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呢 大概有半年左右吧 因为我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家里面有些事情 我没有完全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考试中 所以也就断断续续的总共应该是半年左右的时间 那这个半年左右时间里面 因为中间有一些事情中断的学习 那我们最后冲刺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呢 我从上一次到这一次应该是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拿到了这次的分数的 那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每天投入到PTE的学习时间大概几个小时呢 大概在八小时左右 那这个八小时里面 我们听说读写是怎么分配的呢 其实因为我在上一次我的口语和写作 已经基本上拿到了目标分了 然后开在了阅读和听力上面 所以这一次我主要把时间大概都分配在了这个阅读和听力上面 特别是SST和WFD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方面的练习 那既然聊到这个WFD和SST 我们在考前的话 这两种提醒大概刷了几遍 WFD从我开始考试到现在 可能刷了至少有20遍以上 然后SST其实我一开始还蛮头痛的 就每次看我都很头痛 但是因为大西瓜这边应该是从上个月开始吧 就做了一个更新 然后就是会把我们SST分成一些有优先标签的 所以这一次我其实只复习了 所有含有优先标签的题目 大概每一题都刷过三遍左右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这两个题型的命中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两题的命中情况都是百分之百的 特别是SST因为已经刷了三遍了 所以就大概听录音听到第三句话的时候 就已经很清楚他讲的是哪个了 然后关键词也基本上都是可以完全介入下来的 好 那Justin同学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整个PT的备考中 我们有使用哪些大西瓜的备考材料呢 然后你最推荐哪一个呢 其实都有使用过 特别是SST轻松剂的这个方面 我感觉这个资料对我来说是最方便最有效的一个部分 那SSD轻松剂的话 我们看的是满分版本答案 还是看的简易版答案呢 我有综合看一下 因为有一些答案可能简易版和这个综合版 我会把它综合起来 然后用自己的话也再去描述一下 把它改写成一些自己比较容易记的部分去写出来的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两个版本结合起来 然后把它拼成一个自己更顺手的一个版本 对吧 对的对的 好 那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平时练WFD SST这些的话 我们有去用大西瓜每周二更新的真体预测 或者是大西瓜练习网站吗 有的都有的 因为这个大西瓜这边的网站 其实设置的就还比较方便 然后都可以去进行看你自己练了多少题 然后也会可以进行一些收藏 可以反复的去练不一样的这个 就是自己不太熟悉的题型 练到后面基本上就会好很多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一个想了解的问题 就是在整个PT的备考中 听说读写里面我们最有心得的是哪一部分呢 其实我心得最多的应该就是我最薄弱的环节 就是口语吧 刚刚也提到我自己会有一些先天的障碍 那么在这个流利度上面其实是会有蛮多的挑战的 然后再一个是我自己平常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虚词弱读的 我的这个读起来的感觉就会很硬很硬邦邦的 然后听起来没有什么这个流利度 但是老师一直也都是在每天都在认真的帮我去改作业 告诉我一些是需要去细改的 所以在反复的这个精读之后 会得到了一些比较大的提升 那么在考试之前呢 因为我的手读的状态没有很好 所以到后期我基本上交给老师的作业就都是手读的作业 然后在长就是满长时间一段的精读的训练下 这个手读的作业 作业的这个质量提升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我觉得这个是我心得比较多的一个部分 就是一定要是通过这个作业去提升我们这个练习的情况对吧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你的口语 你想今天老师跟你说完以后 你马上就能做到很好 这个是比较难的 那么精读呢 它是通过你不断的去训练一个这个模式 然后你自己习惯了这个模式 养成了肌肉记忆以后 在你再去改这些 即便是做手读的时候 你也能很快的去反映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比较关键的部分吧 嗯好 所以其实大家平时在练习的时候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是要看训练手读能力呢 还是说训练精读 还是说先练精读再练手读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学习情况 以及练习状态来去定 好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想跟Justin同学了解的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成功拿下目标分 刚好卡分到68这样一个幸运的学子来说 你有什么想对现在还在备考同学分享呢 其实我会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你真的需要自己去练习 然后考前我其实也比较紧张 我觉得那个老温大老师跟我说的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你克服紧张的方式 就是你不断的去刷题 当你刷的够多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克服这些障碍的 那么你不便应这个万变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 即便我觉得前面一部分 我做的没有很好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坚持的 把后面的部分做好 这样呢 它可以因为pt也是交叉评分机制 它相对来说会 每个部分都有给其他部分共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 就相互有一些拉扯的地方 后面的部分也能凝补到前面一些部分 就是相当于东边不亮西边亮嘛 对吧 然后哪怕一个题型做的不如自己所料 但是后面题做好的话 其实还是能去cover前面的一些失误的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在考试中间放弃自己 对吧 要坚持下去 对的对的 好 那我们感谢扎斯丁同学 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pt备考经验分享 我们本期的pt大西瓜成功学子访谈 就到这个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